大家好,我是泡泡 不管你承不承认 咱们中国已经走上了日本、韩国这样的老路 已经进入了第一欲望的社会阶段 读书不能再改变命运了 努力奋斗也只能解决温饱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面对日益严重的内卷压力 逐渐丧失了挣扎奋斗的动力 选择了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孩子 使度工作的第一欲望生活 那么年轻人为何会丧失奋斗的动力和生活的希望呢? 说句扎心的 多少人刚出社会的时候满腔热血 意气风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一定能闯出一些成绩 出了社会才发现自己只是岗位上的螺丝钉 只是资本的牛马 只是领导的小搂搂 到后来心灰意冷 觉得日子普普通通也挺好 开心就行 所以说丧失了动力是因为它经过了社会的毒打 基本没一个例外的 现在的社会很不公平 但是社会的诸多不公平都不是年轻人造成的 但年轻人却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可是谁都没有接盘的义务 并不是年轻人对不起社会 而是不见顶的房价 不见顶的工资 无情的生活的铁拳砸在他们身上 年轻人怎么办呢 象牙塔出来 看着有钱人灯红酒绿 二代们爽得风生水起 看着没有软肋的中年人能躺就躺 有软肋的中年人辛辛苦苦当牛做嘛 年轻人觉得 算了吧 我也没有必要那么累死累活的 反正也没什么结果 于是乎 身边指责的声音不绝于耳 说你们这个就叫摆烂 太搞笑了 这怎么能叫摆烂呢 年轻人遵纪守法 尊重社会的公序良俗 不危害公共秩序 不打搅他人隐私 也不做一些出格的事 只是希望得到充分的休息 享受社会的公平公正罢了 谁躺平 谁没饭吃 轮不着社会和专家来批评教育 这些批评的人里头 有些人可能真心的设为年轻人好 希望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奋斗 能改变现状 改变生活 但是很多人是害怕 自己的利益 因为年轻人的丧失动力而受损 接一个残忍的真相 80%勤奋的人 养活了20%不劳而获的人 这80%存在的目的 就是帮助那20%的人活得更好 然后这20%的人绞尽脑汁 不断地去想办法设计各种各样的规则 来限制和控制那80%的人 富人的财富 基本都来自于穷人的劳动 穷人越努力 富人越富有 这就是所谓的勤劳致富 所以很多人希望年轻人动力满满 热血沸腾 永远做韭菜 你说这过不过分 但当今的年轻人其实够善良 他们并没有将社会压在他们身上的不公 去迁怒于无辜 也不暴躁和情绪失控 而只是非暴力不合作 我不配合你镰刀 我不做韭菜了行不行 所以这不是摆烂 这是用低消耗的方式来降低自己可能受到的损害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现在是我穷的时候 那我就不折腾了 什么叫摆烂 你们看看东南亚和南美洲的那些年轻人 中日的吸烟酗酒流浪借钱赌博 这才叫摆烂 跟他们相比 咱们这的年轻人真的还是很不错了 很奋斗了 好 综上所述 年轻人丧失奋斗的动力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需要我们认真寻找解决之道 从国家 社会环境 家庭教育等多方面去努力 首先就是社会资源要相对公平一些 让人看到希望 也不要给年轻人那么大的压力 不要把他们逼得太狠 让他们得到跟付出相对应的收获 但是年轻人应该认识到 只有自己不断的学习和进步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当中 获得更好的发展 年轻人在不消耗自己的同时 也要增加自己的经验和技能 积累人脉和资源 为未来打好更好的基础 同时 政府和社会 也应该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机会 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这样年轻人才会患然一些 你们同意吗 我是泡泡 拜拜